百八十三级 哈哈哈哈 不愧是李三爷啊 周老大连连点头 此刻 傭兵老者心中 暗思存对策 这周老大 早已知晓他们会返回 故此在工厂内 设下了陷阱 他们刚入工厂 就被卸下了 枪械和兵器 此刻 数十把枪对着他们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 绑着炸药 只怕早被急火打死了 强哥 怎么办 咱们要死了 长发男子哭丧着脸 宝儿 别怕 有强哥在这里 不足为惧 他们算啥 胡须男冷笑道 然而话音刚落 胡须男便被李三爷 狠狠地打了一个嘴巴 你敢打老子 有种你再碰我一下试试 胡须男怒目一睁 啪 闻声 李三爷反手 又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 胡须男攥紧了拳头 你 很听话 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 我就不为难你了 强哥你好棒 林卫不乱 还那么大度 长发男子满脸的崇拜 宝儿 那是自然 要不是这个老东西 这样听话 我一拳就打死他 只不过 看在他年纪大 又听话的份上 我这才放他一马 胡须男冷笑道 我来个乖乖的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吹呢 胖子看向胡须男 满脸的惊讶 哎呀 好烦啊 被设计了 一点都不可爱 不可爱 我才不想死呢 小萝莉泪眼婆娑 你们今天 全都得死在这里 医生打扮的年轻男子 嘴角上扬 满脸的邪魅 手中玩着把 寒光闪闪的手术刀 还不等年轻男子 继续说些什么 眼角忽然撇到 不远处的山坡上 刹那间 年轻男子脸上的 笑意僵住 下意识地 揉了揉双眼 随后继续 朝着山坡上看去 只见 一位头戴复古黑帽 脸上蒙着黑纱的女人 缓缓走下山坡 朝着此处行来 那女子的身后 跟着五位 戴着银色面具 身着黑色披风之人 看体型 应该都是男人 死亡 玫瑰 当即 年轻男子谋内 浮出惊诧之色 难以置信 那一身装束 的确与传闻中的 死亡玫瑰 如出一辙 虽说 死亡玫瑰 已将近十年 没了消息 但最近 却是在附近的 碧国传出 死亡玫瑰再现 周老大和 李三爷等人 也是满脸的惊讶 那装扬 那装扮 死亡玫瑰 小萝莉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不可知信 拥兵 老者等人 也是一脸的震惊 很快 叶婉婉带着 聂无名等人 走进此处 还不等 叶婉婉开口 聂无名 却是忽然 上前一步 我是聂无名 给个面子 把人放了 叶婉婉无语 你是猪吗 聂 聂无名 听闻此言 李三爷面色一战 哪个聂无名啊 聂无名 你在开玩笑吗 年轻男子 看向聂无名 那聂无名是什么人 就是死亡玫瑰的 黑寡妇见了 也得客客气气 放低自身的姿态 怎么可能 会成了死亡玫瑰的一员 开什么国际玩笑 神须道人上前 用只有聂无名 能够听见的声音开口 队长 咱们现在 是在冒充死亡玫瑰 哦 聂无名回过神来 看向李三爷等人 重新开口 老子是死亡玫瑰的成员 叫你们给个面子 难道我们死亡玫瑰 没面子呢 叶婉婉嘴角微微的抽动 这眼睛 子乌 太浮夸了一点 老贼 我乃死亡玫瑰成员 你们难道 没听说过死亡玫瑰 聂无名大喝一声 看着放飞自我的聂无名 叶婉婉只想时间倒退 嚷得换个演员 她忽然发现 公序的演技 也并不是那么不堪入目了 不不不 相比之下 公序的演技 简直堪称神级 就在这时 冰山男将身后的棺材 平放在地面 旋即躺了进去 砰的一声 棺材板盖得严严实实 叶婉婉满脸的黑线 她早该知道 就是这个结果的 此刻 唯有神絮道人和一只花 守在叶婉婉的身前 这两个演员 还算勉强及格吧 老东西 快将人放 我死亡玫瑰 饶你们一条狗命 聂无名依旧沉迷在演戏之中 不可自拔 当下 叶婉婉真想上前问问聂无名 她当初写死亡玫瑰时 死亡玫瑰的成员 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一群傭兵斜着眼 看傻子般的盯着聂无名 这当真是死亡玫瑰的成员吗 老而不死的东西 难道没听见老子跟你说话 快点照做 不然 老子我一刀戳死你 我红刀子气 白刀子出 聂无名大声喝道 队长 你是白刀子近 红刀子出 你说错了 一只花道 闻声 聂无名点了点头 继续道 不错 是白刀子近 红刀子出 你 就是死亡玫瑰的黑寡妇 李三爷饶有兴致地盯着夜晚晚 完全没有大力 聂无名的女王 夜晚晚 无语 她可以选择不说话吗 放肆 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你是什么身份 敢这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我们老大平生最爱男丑 用鲜血洗澡 你竟然没有一丁点畏惧之心 一声装扮的青年男子冷笑 还以为真是死亡玫瑰来了 闹了半天 来了一群精神病 雇佣兵老者看向夜晚晚 摇了摇头 他刚才也以为真的是死亡玫瑰 可现在看来 你说你是死亡玫瑰的成员 李三爷看着念无名 冷笑的 老东西 还不明显吗 我听说死亡玫瑰 每一位成员都伸手了得 上得了大场面 既然如此 不如你我就比划比划 让我看看这传言 是不是真的 我不想跟你动手 到时候伤到你不好 李三爷 都是一群神经病 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 都杀了吧 年轻医生的嘴角 勾勒出了一丝残忍的笑意 好 李三爷点了点头 旋即右臂上扬 掌影一闪 下一秒 只见李三爷一掌 轰在喋喋不休的 聂无名的小夫处 当即聂无名忽然停住了口 下意识地看着自己的小夫 李三爷谋内浮出了一丝叉色 这小子没事 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 聂无名缓缓 将脸上的面具摘了下来 冰冷彻骨的眸内看向老者 紧一眼 仿佛便能立刻让人陷入冰窟里 聂无名神色淡漠 一双眸子毫无波动 队长 是他先打你的 一只花连忙开口 李三爷冷喝一声 又是一掌轰在了聂无名的腹部 这一次 他近乎用了全身的力道 然而让李三爷难以置信的是 眼前这个男人 虽没有丝毫山躲 可正面承受自己一掌后 竟是毫发无损 聂无名 谋内寒光一闪 无人见他如何动作的 下一秒 却是一把 扼住了李三爷的脖子 巨大的力道 让李三爷根本没有丝毫可以反抗的余地 在聂无名的手中 这位鼎鼎有名的杀手 却如同一位刚刚降生的婴儿 被聂无名单手扼住脖子 缓缓从地面提至半空 只见李三爷面色胀红 双眼充满血丝 双手疯狂地朝着聂无名的身上烘血 这一招一事 若是普通人承受 只怕会被瞬间震死 只不过落在聂无名的身上 却无关痛痒 拥兵老者看着聂无名 满脸的震惊之色 那李三爷的实力 他心中清楚 就算是他们这群雇拥兵一起伤 也未必敌得过 可在那年轻人手中 却没有一丁点的还手之力 你找死 当下 年轻医生手中的手术刀 朝着聂无名志去 然而还不曾近身 手术刀却已被聂无名的左手握住 有意思 聂无名看了那年轻医生一眼 玄疾便收回了目光 我本来不想惹事 可你们 似乎 真的有点无知的过头了 聂无名言罢 掌尖发力 与此同时 只听喀巴 鼓碎之音响起 众人瞪大了双眼 只见那李三爷的脖子 竟是被聂无名瞬间给捏碎了 此情此景 让在场的众人 倒吸了一口凉气 方才 众人怀疑 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死亡玫瑰 而此刻 众人依然在怀疑 就算是传说中的死亡玫瑰 也不应该如此恐怖啊 耍 聂无名又必挥动 将李三爷的尸体 随手甩飞至百米开外 随之聂无名卖动双足 朝着医生装扮的年轻人走去 聂 这一刻 年轻医生的面色有些慌乱 已经有太多年 无人敢对我动手了 聂无名看着那位年轻医生 冷漠地开口 见到动了怒气的聂无名 一枝花和神须道人 面面相去 也算那几个人不开眼 竟然敢对他们的队长瞎杀手 还真是应了一句话 无知者无畏 夜晚晚看着聂无名 神色诧异 聂无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尤其是聂无名方才 展现出来的恐怖势力和气势 便是夜晚晚的额头上 也渗出了一丝冷汗 那哪里还是他认识的聂无名啊 那分明就是一个气场 强大到了极致的人形怪物 你 过来 此时聂无名看向年轻医生 轻声笑道 你想如何 年轻医生皱着眉头 看向念无名 嗖 忽然间 只听一道破空之音传遍全场 下一秒 全场是死一般的寂静 只见念无名不由分说 一掌拍出 年轻医生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整个人已飞出了数十米外了 轰轰 年轻医生的身体 将工厂前方的一道巨石柱 撞至了粉碎 此情此景 落在众人眼中 就好像见了鬼一样 被称为周老大的中年男子 目瞪口呆 那人是披了一副人皮的怪物吗 一只花和神须道人面面相觑 没想到 演个死亡玫瑰 竟是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在这种地方 他们家队长 竟还难得地认真了一次 很快 灰无散去 那位医生模样打扮的青年 早已是死得透透的了 此时此刻 周老大一干人等面色煞白 对于这边忽然冒出来的这些人 再也没有了怀疑 如此恐怖 定然是那传说中的死亡玫瑰了 周老大自然也知晓这死亡玫瑰的存在 只不过 心中却不清楚 死亡玫瑰竟然如此强大 随便一位成员 随手便能够将他请过来的 李三爷和骷髅医生给拍死 无论李三爷也好 还是骷髅医生也好 都是本地极富盛名的杀手 自身实力强劲 可即便如此 遇到了那传说中的死亡玫瑰 却还是毫无还手之力 在死亡玫瑰面前 脆弱得如同那刚刚降生的婴儿 此时 聂无明朝着废墟里 那早已经被他一掌 拍死的骷髅医生打量 没控制好力道啊 下手有点重 聂无明口中难难 听闻聂无明此言 外国搬砖友人和神须道人等 脸上完全是一副 我信了你才有鬼的表情 明明就是手痒难难 却还非要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此时 傭兵老者众人 看着聂无明 神色惊诧至极 死亡玫瑰 他们也都听说过 但就算是死亡玫瑰的首领黑寡妇 也不应该有着如此恐怖的身手 而现如今死亡玫瑰随便一位成员 都展现出如此骇人的强大战力 令人心神结颤 强哥 你有那个人强吗 长发男子看向身前的胡须男 开口说道 听闻长发男子的发问 胡须男沉默片刻 宣记道 宝贝 那算啥 你见过强哥认真似的模样吗 让强哥来告诉你 如果强哥认真起来 要比那家伙强多了 大概 估计 那家伙 就只有你强哥 一半的实力水平吧 听闻胡须男此言 长发男子满脸的崇拜之色 强哥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感觉我好幸福 那是当然 宝贝 让强哥来告诉你 如果不是那人出手太快 把那个什么 骷髅医生和李三爷打趴下 强哥我随手就能拍死 你以为强哥是跟你吹吗 强哥 从来不吹牛 胡须男冷笑一声道 我来个乖乖的 这牛都吹上天了我 还不吹牛呢 胖子不由朝着胡须男看去 他们这个佣兵队伍 最能吹死的 就是那个胡须男了吧 叶婉婉眼去微臭的嘴角 看向周老大 声音淡漠地开口 这支佣兵队伍 我要带走 你可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面对夜晚晚的提问 周老大见鬼一般连连摇头 毕竟那说话的女人 可是死亡玫瑰的黑寡妇 这群变态的老大 一个手下都这么可怕了 那黑寡妇本人 该是怎样的害人存在啊 周老大咽了口唾沫 弱弱地开口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夜晚晚轻轻抚了抚指甲 慢着 周老大额上的冷汗 立即变下来了 还有什么事吗 今天你看到了什么 周老大先是愣了了 随后忙开口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人也没有见到 夜晚晚闻言 这才抬了抬手 周老大等人 立即屁滚尿流地跑了 夜晚晚原本 还以为要多费些波折 没想到聂无名超常发挥 直接秀翻全场 把那些人给阵住了 那些人走后 夜晚晚看向 眼前的这支拥兵对的 你们都跟我走吧 一行人面面相去 还没从劫后余生回过神来 就听到了这一句 顿时全都愣住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是什么意思 呃 是 什么 跟你走 长发男子 先是呆立了一秒 随后一头扎进了 胡须男的怀里 强哥 我不要被抓去做男宠啊 胡须男立即站了起来 要抓就抓我吧 啊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对自己的颜值有点逼数好吗 一只花大声的呵斥 放肆 就凭你们这些歪瓜裂枣 也敢肖想做我们的女王大人的男宠 神须道人点点头 至少达到像我这样的颜值还差不多 胖子弱弱地开口 那 那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 老者面色阴沉地开口道 敢问夫人 难道您也是为了那批货 请夫人明察 当初我们接了这青红帮的单子 弄到了那批货 并且顺利送到 谁知道这帮孙子 对外生成我们私吞了这批货 让我们背锅 导致我们一直被人追杀 事情我已经清楚 夜晚晚神色淡淡地开口 现在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臣服于我 听从我的命令 自然保你模样 第二 我相信 你们不会想要选择这第二个选项 胖子眼珠子一转 立即做出了选择 一 第二个选择肯定是死啊 还用得着猜吗 现在他们不仅是死里逃生 还能得到死亡玫瑰 这样传说中组织的屁活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当然是同意了 其他四人听闻对方是想要招揽自己 也顿时振奋起来 因为被陷害 他们被拥兵工会封杀驱逐 还被各路人马追杀 早已经无路可去了 这次的目的 比他预想中的还要顺利地达成了 回去之后 夜晚晚让封玄义和十一安顿了这些人 然后给聂无名等人结算了工资 神须道人忍不住地问 老板 你这样冒充死亡玫瑰 难道就不怕被拆穿吗 夜晚晚不紧不慢地看了他一眼 谁说我是冒充啊 什么意思 死亡玫瑰是人为杜撰的 不是吗 确实如此 既然死亡玫瑰并不存在 也没有任何人亲眼见过 那么 为什么死亡玫瑰不能是我 这也行 老板果然有想法 是干大事的人